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Philip一般中国人都认为 不动产是最容易的 不用脑筋的 不需要怎么样的分析的 用时间来累积 这个asset就会长大 就是资产的部分 其实不光是他的回报 再加上他可以用杠杆 再加上他可以省税 贷款又省税 提到这个税了 那这样子看来 Philip在这方面是非常的精明的人 除了投资房地产以外 我们现在必须要有新的观念 就是还有哪一些投资的工具 可以达到比房地产在省税方面 更彻底 其实没有办法说更彻底 因为房地产几乎已经不打了 如果你做的对的话 事实上你知道房地产如果人走了时候 你的增值税也不用打 How do you do that? 因为你要付遗产税 在美国因为要付遗产税 所以呢不需要打两种税 所以当小孩继承父母的物业的时候 他的成本以父母过世的那天市价 当他的新的成本 所以呢比如说你100万买的房产 你不管是交换了很多次货 你没卖的话 那走的时候只5000万的话 你的走的时候 小孩继承你的成本以你走的那天市价 5000万当他新的成本 这很划得来 他卖的时候都他也不服用capital gain 因为他要付遗产税的关系 另外一个很多人不知道 比可能房地产更灵活 可是有一样税的好处的 是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这个中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啊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在美国如果非常有问题的话 没有人寿保险的话 最后生活过不去的话 谁要来照顾他们 没人呢 所以政府要来照顾 所以政府希望大家鼓励大家买人寿保险 对 所以不会变成国家的负担 很久以前呢 美国政府就给人寿保险两个最大税的好处 是什么 第一个所有的理赔是免所得税的 理赔免所得税 对 第二个所有在保险里面做的任何投资 我们叫inside build up 是缓税的 就跟房地产一样 缓税比分的 对 然后呢 如果你要换房子 我们可以用1031交换嘛 那我们换保险还有1035 1035 Exactly 然后呢inside build up 比如说你总共放了100万 现在涨了500万的话 你中间是不是有400万的earning 是 那你400万earning 你如果直接拿出来要打税 那你可以怎么样不打税 跟房地产一样 借钱 对 拿policy的cash value做loan 好像设计的天衣无缝 对 然后呢 你从里面借loan的话 那你一样的道理 一样是用policyloan 那在一般的保险更好更大的好处 policyloan是因为你直接拿liquid cash 跟保险中抵押 所以一般保险公司可以让你直接借up to 90% 的surrender cash value 还有no income verification 不查收入的 因为借你自己的钱嘛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在里面 inside build up的earning 自己可以用贷款的方式借出来 而可以享受到免税的好处了 最大的好处还是当我们过市 还有 过市后也不用服 为什么 因为人过市的时候 你直接拿你的cash value 来还你的贷款 比如说你有500万的cash value 你贷了300万的款 你直接拿500万扣掉300万 你还剩200万 剩下200万包在保险里 当做insurance payout 保险理赔 记不记得我刚刚讲过 保险理赔要不要打索的税 不打理赔是不打税的 所以呢 如果设计的好设计的对 我们有可能做到赚钱不打税了 就可以做得到 是 既然保险这个方面 人寿保险方面 他的省税 以及其他的优点这么多 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知道的不够 或者甚至都不知道 或者是知道了 也不敢去做呢 因为大部分的原因在哪里的 因为大部分做保险人 都只在谈保障为主 所以常常在谈保障 不管你是生前吸引利益 或者是身后赔偿了 都是以保障为主 所以大部分的做保险 没有很focus在 它里面的税的好处 投资税的好处 第二个它里面 现在新的一些产品 尤其像指数型的保险 它可以做到回报不错 又保底 然后又省税的好处的话 才能把它发光发亮 那做投资的人呢 他们不懂保险 可是很多人他们做投资 不想去了解保险 所以你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档 做保险不太了解 做投资也不太了解 你如何把这两个合在一起 才是一个最大的好处了 哦 原来如此 那其实Phillip 您所创立的泛亚公司 现在分行遍布全美国很多的州 在我们北加州现在有几家分行了 有三家 一个在San Mattel 一个在San Jose 一个在Fremont OK 所以一个在中半岛 一个在南湾 另外一个在东湾 是 加入泛亚 能够怎么样帮助到Agent 然后在他们的Production方面 能够怎么样Elevate 他们自己的Performance 其实很多Agent呢 他们进这一行 不管他做了多久的时间 他们可能有一些以前的习惯 可是呢 他对有些外面很多新的东西 比如说他可能不太熟悉指数型的保单 不知道如何做Incon 还有呢 对非美国公民居民 现在其实来买这些也越来越多了 很大一块 很大一块了 因为美国的保险 可以做给非美国公民居民了 那这一类呢 还有很多关于遗产规划啦 这一类的事情呢 我们可以提供最好的Support 最好的Education 让他们能够在 知识上在各方面能够再上一层楼 我们看过了很多很多 在加入我们公司之前 Portation不是很高 但是呢 进来以后进步神速 进步神速 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影响 还是自己的knowledge增加 还是Support多了 我想应该是都有 最重要的是 我们让他知道他周遭很多市场 他本来不知道怎么做 不知道有这些的市场 而我们可以因为 就是帮他开发了这些市场 知道他怎么开发这个市场以后 他能进步神速了 好 各界的精英们 如果您正想要换一个跑道 请来跟泛雅 就是美国的泛雅公司来联系 荧光屏上就是联络的方式 电话号码以及这些网站 大家都可以来找到Philip 来给您做一个联系 好 我们这个单元结束了 非常感谢Philip 谢谢Lily 我们下个月见 同时观众朋友 我们的节目还没有结束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